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教大家做蘋果芝士批 做這個批的時候 我們需要一個六吋的焗盤 還有我們需要蘋果 我這次用富士蘋果 總共需要一個半 蘋果我們先切開一半 然後去到芯 然後我們要把它切薄片 記得我們不可以批皮 因為要有少少紅色才會漂亮 我們要加少少水 我們要把蘋果放入裡面煮一會 我們可以加少少檸檬汁 就可以防止蘋果片變和 不用煮很久 蘋果軟身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拆開水 我們開始預備這個餅皮 我會用現成的餅皮 因為方便和快捷 一般市場都可以買得到 然後我們就可以預備焗盤 記得我們這次用六吋的盤 把餅皮放上去上去 按緊緊 然後多餘的邊 我們就可以把它撕走 用叉在餅皮下面 剁一些洞 一會兒焗的時候 就可以幫助排氣 我們用180度焗15分鐘 這時候就可以預備一個芝士餡 我們把放溶了的芝士 先打散 接著我們就加一些糖 大約60克左右 現在我們就要加雞蛋 總共加兩隻 打完一隻再第二隻 現在我們可以加上忌廉 大約是80ml 最後我們加上粟粉 總共是三湯匙的粟粉 現在就把它合體了 我們先把這個芝士餡放上去 記得不要放太多 大約一半左右就已經足夠了 輪到蘋果玫瑰花了 我們先把五塊薄蘋果排列 然後由一邊開始捲捲捲捲捲 為了可以更漂亮 我們在另一邊可以加一塊蘋果 令到整個玫瑰花都會漂亮 我們再做更漂亮的樣子 把它散開一點 現在就把玫瑰花放上芝士餡上膏 放入焗爐 用180度焗20分鐘 現在我們用白色的朱古力筆 在牛油紙上膏 滑幾塊雪葉出來 現在我們就灑上一些玫瑰粉 再加上糖生在上面 在麵類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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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就不如